我肚身肚像都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我現在做了四年度上院 我是Kynet 我是香港人 爺爺七十年代就來了香港 我從香港出生 我覺得香港人不太了解我們小術俱裔 所以我考了DSE之後 我去了NGO做一個專業工作人員 那時跟小術俱裔一起搞活動 那時在幼馬地搞了一個圈 也有百多個小學生參加了這個圈 他完全不知道小術俱裔是甚麼 我們的文化是怎樣 我們平時的習俗是怎樣 但是我一個短短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說了這麼多東西給他聽 我們中間的距離會拉近了很多 這件事就令我很開心 那走了又不是第一個圈俱裔之後 其實我也很喜歡 那之後社工就問我們 他想我們做一個Human Library的圈俱裔 那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地區可以選到呢 就是可能是Sense of Belonging 多一點的 由我身上講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就是令到整個圈俱裔是很興趣 我就在深水埔都住了十三年的 那住到中三的 那我就最後選了深水埔 去做一個我自己的圈俱裔 我的宗教很重要 我家人很重要 我文化這件事很重要 可能是食物上的東西也很重要 那所以我就選了五個 去做我自己人生的路線 我在深水埔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個尼泊爾士多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來這裡買一些小食 那他就買這個尼泊爾 巴基斯坦 例如鮑加拉 人類的食物 可能你覺得我也是巴基斯坦 應該也是喜歡吃巴基斯坦的小食 但其實我也是跟地區買香港的小食 在圈內都會聽到 一些參加者對小水俱裔的感官 那些人就很好地說回很多 positive 那些 例如是他們懂得廣東話 又或者是很喜歡玩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是有時候 那些人都會說 我們來香港只是拿著門 又或者不想著貢獻社會 有些不開心 但是都會繼續做一個tour 完了tour 我都會很喜歡問回他們 你現在的想法有沒有不同了 那其實他都會覺得 他之前是沒有什麼特別太了解到 那些小食俱裔的 又或者是可能是 拿了一個小食俱裔的例子 覺得整個group都是一模一樣 那聽到他們有個改觀之後 其實我也覺得很滿足感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motivate到我 就是繼續做回這個道想聯 我希望總有一天 我走tour的時候 全部人都可以認同我們這個身份 我們全部都是香港人